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中国制造业产出约占全球总量的四分之一 达到了世界之最 但是近期爆发的新冠疫情 使得中国各地出台了隔离政策 部分交通随之停摆 苹果、现代、日产等公司的日常生产出现了困难 这就给全球贸易制造供应困境 积极的一面是 即使成本升高、风险加剧、疫情当头 仍有两大原因促使跨国公司留守 中国人口的强大消费能力 以及能够生产最先进消费产品的工厂 亚马逊的一些商家正在接洽规模较小的竞争对手 看看他们是否愿意转让一些额外的库存 其他商家正在寻找拥有过剩库存的美国批发商 为了避免缺货导致产品牌位降级的结果 许多亚马逊平台的卖家都不得不提高售价来减缓销售的速度 同时试图将生产转移到其他国家 卖家表示 亚马逊的排名算法会把缺货的产品降级 苹果公司等大企业也面临着中国生产的产品 能否按时交货的难题 有商家表示 他们作为中国商品的小买家 当生产活动最终恢复时 他们在采购商品时 会被放到靠后的位置来安排交货 他们表示 一旦库存得到了补充 他们还会需要在广告上投入大量的日金 以恢复他们在亚马逊上的排名 排名高的产品在网站搜索时会显示在更靠前的位置 中天中邦 这里报道